那么大家好 这节课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点 Redux的新的知识点 那么首先呢 我们打开我们之前写的这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已经用Redux 管理我们的数据了 但是右上角 Redux Developer Tools这个工具啊 并没有变成绿色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去调试我们这个 Redux数据的时候 现在是不好用的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到Github上面 然后咱们搜索Redux -Dev Tools -Extension 我们直接extn就可以了 这里呢有一个 6.5k star数目的项目 我们点击进入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插件 它会告诉我们的插件 应该如何的被使用 那之前呢 我们已经用过这样的一个 比较高级的用法了 我把这段代码呢 再拿过来 我们要使用这个工具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然后我们找到创建store这块的代码 点开index.js 在这来看啊 现在你直接的创建了store 那么如果你想使用这个开发者工具 网站上会告诉你 这么来写啊 第一行我们复制一下 到我们的代码里进行一个粘贴 创建了一个compose enhancer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在下面你去创建store的时候 第一个参数是reducer 没问题 第二个参数变成了什么 compose enhancer 里面加apply middleware 我们呢复制一下compose enhancer 先把它写在create store的第二个参数上 当然呢中间我们先什么都不传 先这么写着就可以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的网页上 这块内容我也先把它关闭掉 当然呢它会报错 报一个什么错说compose没有被定义 那我们的代码里面确实 少了compose这个函数的引用 compose这个函数在哪里存在呢 在redux这个库里面存在 所以我从redux里面把compose引入进来 这个函数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包装函数 可以向这个函数里面传递很多个方法 传递的方法呢会依次的执行 大家呢如果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compose这个函数的作用啊 保存 刷新 没问题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redux里面我们的数据情况 打开控制面板的redux 另外右上角的这个reduxdv2的图标 也已经变绿了啊 我们看这里啊 右侧有一个state 也就是store里面的所有数据 我们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最外层有一个focus的force 好 当我呢把鼠标移到搜索的时候聚焦 大家可以看到focus的变成true 我在移出又变成了force 然后我们看啊 你的每一步对这个公用数据的操作 在这里都可以查看到 初始化的时候它是force 当你聚焦的时候它是true 当你移出聚焦的时候它变成force 这个工具更神奇的地方是它有一个时光穿梭机的功能 大家看这下面有一个播放进度条 我把它放到最前面 然后呢仔细观察这个页面的变化啊 当我点击播放的时候大家来看 它会自动的变看到没有 我们再来一遍 播放 你之前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复线 这就是这个工具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回溯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它知道我们以前干了些什么事情 好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我们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 那这个工具就安装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数据都在哪呢 打开代码 实际上我们的数据都放在这个reducer.js里面进行维护 focus的这是一个数据我们放在这 关于这个数据的所有的处理我们也放在这 那现在我们这个数据很小 只有一个focus的 但是大家想想呀 我们要做的是减数这个网站的很多功能吧 随着功能的开发 你的数据量会越来越大 那假设所有数据都放在reducer.js里面存储 所有相关数据的操作也都放在reducer里面存储 这个reducer的代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最后有可能就几千行了 那对我个人来说呢 我认为一个文件的代码如果超过了300行 那么就说明你的设计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一个reducer变得那么大 那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redux提供给我们了一个新的方法 我们想一下啊 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说reducer实际上按照以前我们讲的实际的例子 它是图书馆管理员对应的那个小手册 假设你在存书或者借书的时候 管理员会查看这个手册给你去存给你去借 但假设呢 这个小手册特别的庞大的时候 管理员一页一页的翻它会很慢 或者说呢 它翻起来就很麻烦了 但我们想我们可以怎么做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小手册 拆成很多个小手册进行管理 某一个分类下的书 我们用一个小手册来存放 另一个分类 我们换一个小手册来存放 这样的话 图书馆管理员再去查看存书或者借书的情况的时候 他呢先去找分类 再在分类下找 就会轻松很多 那么Redux的这个设计理念 和这个实际的例子很相似 它可以把一个reducer 拆分成很多小的reducer来进行管理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应该如何的进行拆分 首先打开common下的header这个文件夹 我们说呢 header里面会有很多我自己的数据 只跟header有关系的数据 那么我们就放在header下面来去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 所以呢 我可以在header下面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store 在这个文件夹下 我去创建一个文件叫做reducer.gs 好 那么focus的这个数据 包括对这个数据的处理 都是header里面 因为focus的就是header的数据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header的reducer里面去管理 所以这块代码我们减切一下 直接粘贴到header下面的store下面的reducer 这个文件之中保存 然后关闭 OK 再来看 store下面的reducer 现在就空了 然后呢 回过来你执行代码也是报错 它说什么呢 reducer没有被定义 为什么呀 因为你store里面的reducer已经没了 你把它移到哪里呢 移到了header里面去管理 好 那么就相当于什么 我把我的一个记录本 拆分出去了一部分 放到header这块 header下面的store的reducer.js 它是一个小的笔记本 那么store下的这个reducer 实际上要整合这个小的reducer 把它再聚合成一个大的笔记本 那它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这么来做 import叫home 或者说header reducer from哪里去 我们看 我们要找上一层的目录 然后再去找 common 下面的header 下面的store 下面的reducer 我们呢 把这个小的笔记本拿过来 然后在这里呢 我用这些小的笔记本 组合成一个大的笔记本来使用 怎么组合呢 import combine reducers from redux redux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函数 叫做combine reducers 它呢可以把一些小的reducer 合并成大的reducer 那它怎么合并呢 你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好 我要把header reducer 这个小的reducer合并进来 那么你就写一个header 然后呢 把reducer传入进来 这样的话 combine reducer 就会把这个小的reducer 做一个整合 然后生成一个最终的reducer 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export default这个东西 把它导出去 这个时候 我们再刷新一下页面 页面又好用了 然后我们打开控制台 再来看redux这块的数据 我们点击state 大家看 你有没有发现 state发生了一个改变呀 之前我们说 focus的是在最顶层 而现在你的focus的挪到哪里去了 挪到header这里去了 也就是focus这个数据 这个时候是属于header的 那么这个header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回到代码里 我们组合reducer的时候 用到header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 就叫header 这块呢 你可以起个abc 然后再来保存 刷新 state里面 它的这个k值 就会变成abc 好 我们还是把它恢复成这个header 然后呢 保存 到页面上来看 现在好像页面没什么问题 但是实际它是有问题的 当我点击聚焦的时候 诶 失焦的时候 没用了 这个数据 大家看也变了 但是 你这个动画效果没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 大家找到header这个文件夹 我们进入到index.js里面 往下去翻 之前我们写了一个 map state to props 我们把数据里面的这个focus的 映射到我这个组件的props里面 但是现在 因为你的数据结构已经多了一层 大家来看 你的数据结构多了一层header 所以 你的代码在这儿 也要加一个header 从header下面去取focus的 这样才可以 保存 再回来刷新 我们说 一 没问题 动画效果又回来了 我们代码呢 就改正确了 好了 回过来 我们再捋一下我们的思路 我们说reducer 如果存放过多的数据 可能会造成代码的不可维护 那么我们把一个reducer 拆成很多个子的reducer 最终再做一个整合 那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 我把跟header相关的数据和操作 放到了header reducer里面去 然后呢 我在header下面 创建了一个store文件夹 这里面呢 我建了一个reducer.js 它存放的是 header相关的默认数据 和对数据的操作 OK 接着我们继续来说 然后header reducer 我们再拿到这个header reducer 对它做一个整合 然后整合出一个大的reducer 大家可以看啊 其实你这可以这么写 const reducer 等于 整合过后生成的一个大的reducer 然后把这个 大的reducer 导出出去 OK 这样的话呀 我们就把reducer里面的内容 拆成一小个 一小个部分进行管理了 它的代码量呢 就不会放在一个文件里 变得那么大 保存之后 我们这块整体的功能就写完了 当然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修改 做什么修改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importheader reducer的时候 它的路径会非常的长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大家来看 我在header下面的store下面 创建一个index.js文件 好 然后我这么去做 importreducer from 当前目录下的reducer 我引入这个reducer 我在干什么呢 把它导出出去 这个时候 store下面的index.js 实际上相当于是 header store部分的一个出口文件 也就是你想引入reducer 你不要直接去引入store下的reducer 通过引入store下面的index.js 来间接的引用reducer 这样的话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啊 当你这么写代码的时候 你在这个store下面的reducer 想要引入header store下面的reducer的时候 怎么引就行了呢 我们这么去引 importreducer from header下面的store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的到store下面去找index.js index.js 恰好你导出了reducer 那么 在这里 你直接就可以引入到这个reducer 这样的话 目录结构会少两层 既然这块你引入的是reducer 那就和下面这块的东西重名了 代码就会报错 那怎么办 你可以给上面的它起个别名 叫做header reducer as是es6的一个语法 可以呢 把reducer起成一个别名 叫做header reducer 那么下面呢 你还是用header reducer 就可以了 保存 我们回过头来再刷新 功能没有任何的问题 OK 这样的话 写到这里 我们的代码就写完了 那么现在给大家讲解 combine reducers的时候呢 大家肯定会觉得比较抽象 有些东西啊 理解起来也比较费劲 不过没关系 你呢 稍微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 随着课程的深入 我们会逐步的创建更多的reducer 那么在创建下一个reducer的时候 大家就能明显的体会到 这个combine reducers 它的一个作用了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